当地时间19号上午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总理府前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国务院总理李强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 李强抵达总理府前广场时 安瓦尔在下车处迎接 军乐队奏中马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检阅马来西亚仪仗队 军乐队再次奏响中马两国国歌 欢迎已逝后李强同安瓦尔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 即中马友好年 过去半个世纪 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马始终以心相交 合作共赢交流互建 两国关系不断稳步向前 走在地区国家前列 发挥了标杆和示范作用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 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达成重要共识 为新时期双边关系发展 破坏了蓝图 中方愿同马方 以共庆建交50周年为契机 加快推进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 保持密切高层交往 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 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双方要更紧密对接发展战略 更充分发挥互补优势 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扩大贸易投资规模 拓展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加强减频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 更好实现合作共赢 中方愿同马方 共同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共同维护东盟 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携手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 繁荣发展做出更积极贡献 安瓦尔表示 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不支持任何主张台独的言行 愿同中方以庆祝两国建交 50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马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等重大倡议 欢迎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愿同中方共同构建 中马命运共同体 两国总理一致同意 将坚定不移 加强并深化双边合作 将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 提升至更高水平 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 应自主妥善处理南海问题 坚持双边解决问题的大方向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建政交换经贸 科技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 双方将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